柯文哲認為他自己的民調比較高 他不願意接受侯柯沛 但媒體提報柯正營當初提出的 台灣競爭力論壇發布民調前 有五位的學者到柯辦 來開民調會前會 網友大酸根本是自己人民調 而民眾黨主戰派的黃珊珊 遭質疑是民進黨 來破壞藍白河的暗樁 念聲文重話提醒黃珊珊 人在做 天在看 柯文哲自信滿滿 覺得柯侯沛才能勝選 但檢驗九份民調 他卻不肯 民眾黨還被踢爆 有力柯文哲的三份民調 不但求真跟匯流 傳出都是他自己人掌控 當時五號雙方談說要用民調 十七號卻有下午押線發布的 台灣競爭力論壇民調 翹的是下午兩點發布 早上十一點卻被抓包 負責民調的五名學者到柯辦 跟柯正營開會前會 裡面的人有柯的國政顧問 還有過去柯市府的小內閣 我有調侃都是自己人民調 你也敢說自己最強 別怕柯啦 我也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美 民眾黨把百姓當傻子嗎 大個黨你柯文哲一個人在那邊 每天這樣消遣國民黨 還罵國民黨是六%黨 是很難忍受啦 為了下降民進黨 還是忍耐到最後一刻 民眾黨真心想要藍白河嗎 從藍白簽協議納克 發言人陳志涵當場臭臉狂哭 柯文哲的媽媽妹妹全家跟著哭 彈河做一路走來 民眾黨陳志涵黃珊珊一路狂罵 原本力挺柯侯配的 一時省政難分析九份民調後說 結論其實是侯七柯二 國將都快亡了 還在吵誰陣誰附 就是侯科配了 趕快去登記啦 再不去就要罵髒話了 逐戰派的黃珊珊一路從新黨 轉親民黨親民黨沒落時 她投靠蔡英文 現在又加入民眾黨遊走藍綠白 有人質疑她根本是民進黨派 來臥底破壞藍白河 連勝文更有這句話提醒她 如果她還心裡面還記得這位老長官的話 那這位老長官宋楚瑜先生 曾經講過一句名言 叫做人在做天在看 希望她現在有了新的老闆之後 也能想想看過去的長官 對她的提拔跟扶持 以及說的教導她的很多做人重要的道理 柯文哲真打算來女通吃 走自己的路嗎 民眾黨的部分去立委 阿扁醫療小組陳昭姿爆料 柯文哲承諾若當選總統要特赦陳水扁 記者一追問 柯文哲當場為阿扁暴屈 態度激動向深率是好讓人傻眼 當柯文哲痛罵民進黨貪腐 回頭卻說要特赦阿扁 對藍白河的協議 選民納悶 柯文哲是不是將立場大翻盤 要徹底毀約 記者向路離學員台北報導 兄弟